是 走得太藏挫 也没从眉府 摔点贵重的东西出来 连住店的钱都没有 失误 我这么冒昧如怀 要是遇到变态怎么办 我隐瞅八卦 你别接我啊 我没钱也没涮 什么都没有 求求你放过我 别装我 别装我 别害怕 姑娘 是我 叶灵祥 叶灵祥 原来是你啊 我还以为 是要结我色的变态 吓死我了 天色已晚 我看 姑娘不如早日回家才是 我哪有什么家 你家 不是在眉府吗 别跟我提眉府 气死我了 那个眉三少 压根就是在庄霞 而且 她还知道了 我假扮郡主的事 我要是回眉府 我真的就死路一条路 哦 那她没有告发你吗 她不但没有告发我 她还跟我签什么契约 说要假扮夫妻 你说说 假扮夫妻 真不知道她到底 安得什么心 我太微笑了 姑娘 是你多虑吗 不要做梦 别老姑娘姑娘了 咱们毕竟也是喝过酒 谈过新的教教 这样叫多生分 以后你就叫我 小丸子 呃 小 小丸子 我还是同一次觉得 自己名字这么好听 你说 我们这么有缘分 你以后带我 一起行走江湖 我们做夜灵双侠吧 行走江湖也 不是不可以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 你说 不管是什么条件 就算让我给你摘星星 我都愿意 很简单 言出必行 言而有信 放心 我小丸子的江湖幸运 那可是一等一的 言出必行 不管是什么要求 我绝对是 嗯 是 我 这回真的不是故意要毁约的 实在是梅三少那个家伙 他太难相处了 做不到就不要强求嘛 别 不就是每天面对 梅三少那张臭脸吗 为了你 我忍了 我听说呀 梅家三少这个人 英勇善寨 保护青州百姓 常年的安全 是个难得的将才 不错 我看这将才还差不多 就不周就把他给吃了 他 他 他就没有一点点优点 一点点 优点 勉为其难 说他长得 还算帅气吧 身材嘛 也还凑合 不过当然没你 你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可不是那种 见色奇异的肤浅女儿 我 我是觉得梅三少他 旧人那时候还挺帅气的 不过就是 太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而且还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跟个冰山似的 不说 叶林霞 我 先回梅府旅行契约了 你等着我 再见 姐 下次见 我逃了 我要是逃了 那巧云和秋华怎么办 再说了 梅三少他竟然再坏 他也救过我那么多次 我不能重逢你父义 仗义 那我送你回家吧 不行不行不行 万一被梅府的人看到 一个陌生的男子送我回去 那 容易被人 说闲话 既然这样 那我先告辞喽 还真走了 怎么说了都走了 哪怕送我到梅府前面那条巷子 那儿都可以了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细雨 由我把祝贴 如果不会 没有 那儿都不是 在那儿都不会 建议 没有 谢谢观看